我们现在看到的正在进行飞行表演的是来自俄罗斯的勇士飞行表演队 他们现在以一个四级的密集编队通过跑道上空 今天在现场担任解说嘉宾的是资深的飞行专家张锡明 动作的时候他们不但这个队形保持的非常完整 而且依然保持非常密集的这个距离 现在做了一个上升转弯的机动 现在又做了一个大通轨 我看到如果四级边的一起做这个通轨的话 是不是这个协调上是比较难的 掌机动的相对简单 现在准备做一个头目的横滚 动作是整齐化一样 现在几乎普通 那苏尔西的这个转弯性能非常好 这么小的一个环境马上就转过来了 我机动能强 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队形是多么的密集 现在要从事训练带飞 说双动作用在现在这个来这个开发动作 水平开发动作 中间的两架世界呢以纵队的形式 现在双击已经通转了 他们要做一个倒飞 这个叫照镜子 一个正飞 一个倒飞 一个倒飞 一个正飞 他也照镜子 其实在这样的飞行状态下 两极还做一个交汇的动作 交汇动作 黄金兵的再次进步跑到上空 做一个交叉 转转之后的交叉 这个 一个参照我们看不出来这个飞机 现在打出了 从外的这个闪光弹 来 飞机进入这个火通 再次对飞 各自拉席 这个珠海天气不是阴就是雨 今天我们看到这个云开雾散 太阳出来了 这样动作在实战中 现在做了一个常见白天鹅的这个开发动作 就是四季编队做的一个场开发动作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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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